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高贵了 看着肃然起敬 为什么美丽的主持人说出了要害之处 黄气是皇家用气 这就是对这个碗的最简单的解释 这个碗呢 叫黄又碗 黄可是在明清两朝 记住我讲的是明清两朝 其他朝不一定是以黄为国色 明清两朝 黄为国色 两个原因 跟黄金颜色相同 黄上的谐音 所以他故意 正黄旗 第一旗 所有皇帝的用具全部是黄的 这个黄色咱们想想看 在祭祀的时候 祭天基地的时候 少不了它地毯 在这个出行的时候 金兰大殿 皇家寺庙 都是以黄色为主色调 那黄色的瓷器 它的高贵在哪里呢 有没有种类呢 有 最好的 明代红制年的 鸡油黄 就是这种黄 非常嫩 非常银润 我们吃过鸡嘛 鸡肚子里的那种油 什么感觉 第一个感觉是油 第二个黄 第三个嫩 这就是鸡油黄 怎么让您说那么腻啊 他穿个绿 他不喜欢黄的 他说黄的 No No 我喜欢 喜欢 鸡油黄 在红制年间 这个价值非常之高 第二等黄什么 叫焦黄 焦蛙的那个焦 女子旁一个桥子 同时也叫焦水的那个焦 焦黄 为什么这个黄 它的工艺是焦出来的 第三种是咱们吃的那种柠檬 柠檬黄 这三种都叫前三黄 这是黄 那么对瓷器的黄瓷器来讲 怎么看它 第一要看它均匀 就是上又非常匀 第二要看它什么 非常薄 不是越厚越好 第三 颜色都能过红 所以呢 根据这个原则来看呢 这个碗呢 休胎工整 而且呢 款呢 也是绝对的工整 所以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大青 大青 光细年 官有 黄又婉 无疑 第一个目的达到了 真品无疑 今年春拍 香港苏古比 拍了一对 比这小点 但是一对 拍了多少 130万港币 当然这是一支 但是比较大 我们给它一个合理的价格 人民币 45万元 谢谢教练老师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YK